字幕 李宗盛 喂,奶茶,我們不是去澳門嗎? 走吧 但我好餓,不要住了 不如去澳門廣場吃點東西吧 澳門廣場不就是要整個小時去澳門才能吃? 不是,澳門廣場就是順德中心 好啊,是否吃那裡? 快點去那裡,走吧 走吧 好,又有人跟我們吃東西了 今天有誰跟我們吃東西? 尋找快樂時代的幾位演員 歡迎你們 你好 先介紹一下大家,好嗎? 好,由中間開始 咦?由中間開始? 當然是你第一次 好,我是潘璇 Hello,Emma Hello Hello,我是戴瑤華,Tania Tania Hello,大家好,我是劉亭君,Ivy 好,今天又有三位演員跟我們吃東西了 我們這次很開心 因為我們為何會這麼開心呢? 因為我們是尋找快樂時代的 所以我們是怎樣吃都開心的 對嗎? 那我們不如一邊吃一邊說吧,好嗎? 好 好,我不客氣了 好啊 如果今天這麼多吃漢堡包包 還有研究 還有薯條 你猜如果要你們呢 一邊介紹一下我們這個舞台劇 還有你們自己的角色 你們可不可以利用一下今天這裡的美味的食物去做這件事 不如先聽人 好 那我呢,就是選了我面前這一碟的沙律 那原因為何要選沙律呢? 除了跟我的角色有關之外 其實我本身也喜歡沙律 哪有關呢? 對 那怎樣有關呢? 我剛才也想了一陣子 怎樣拿其他呢? 就是因為我自己演的角色 其實是一個很害羞 又比較被動的一個角色 那她的感覺其實是很… 我覺得很簡單 我覺得她是一個很簡單的女生 對 所以我覺得沙律是讓人感覺很清淡 清淡 清淡 那配合我的角色 我覺得也是有共同的 就是很清 很清 對,很清的 但是又是了 很清,但是很好吃的 沒錯 又看得又吃得 沒錯 耶,好厲害 好厲害 那到Edmond了 我們不如請周律師去找一個食物 來介紹一下自己一個戲裡面的角色 好嗎? 好,我沒有我認識周律師的 是 那我就選了這個 這個就是黑人炒蛋,對嗎? 其實她有一個別名的 叫蝦冰 蝦冰 蝦冰 熱狗 蝦冰,熱狗 看我的理解就是蝦人炒蛋 對 蝦人炒蛋 蝦人炒蛋 其實大家從小是不是經常吃到很大的 沒錯 每天在家媽媽都很容易做這些科技 對 其實律師也是 這個很 solid 而且從小都很大的 媽媽跟妳說 大了,要做律師、做醫生 就是覺得這個很穩陣 很穩陣 沒有出事的 不會 對 所以 所以律師也是一個很穩陣的 很可靠 有什麼問題就找到她 沒錯 但其實在這套舞台劇裡 你是否真的一個很穩陣的角色 真的嗎? 真的 真的 我從未做過這些角色 其實很多人都知道Edmond 可能做一些靈異有關的事情 本身大家都可能有個想法 究竟尋找快樂時代加了Edmond 會不會變成尋找靈異時代呢? 不如在這裡說一下 周律師其實在這個快樂時代 崗位是做什麼的呢? 其實我也挺奇怪的 為什麼監製會找我做一個不關靈異事 我沒有跟他一起去 他說 不要緊啊 你一走出來就是靈異的了 不關事都變了關事 裡面也有少少關係 都牽涉到有少少鬼異的 對 第一場就有 對 第一場就有 因為那間已經是荒廢了 沒有人理會的卡拉OK走廊 發生了少少古怪的事情 才會磨出一場的 小拋牌的 嘩 這樣說完 這個詭異的程度 已經很吸引了 究竟這個奇異的事情 如何跟這隊 沒錯 Bang有關聯 其實我也知道這隊Bang應該叫Jump 不如到Ivy你介紹 食物之餘 又介紹自己的角色 好 我要選這兩個 嘩 Ivy看來這個角色是大色的 對 我這個角色為什麼是大色呢 我要選牛肉 又要選麥魚堡 因為我最多對手戲 就是跟Tenia 她的角色叫做阿黎 我們有一個很大的對比 她的角色要很瘦 對 雖然她本身也很瘦 所以就吃沙律 對 但我要把那個對比再拉大一點 對 所以我要懂多一點 就是一個重口味一個清淡的 對 角色上面也是 她的角色喜歡聽一些舒情歌 對 很清淡的東西 但我喜歡聽很多元素的東西 什麼都聽的 K-pop也有聽 對 例如雙層漢堡也有對 麥魚扒漢堡也有對 對 雙層還要選上面是肥牛 下面是扒 薯條一種也不夠 你還要選花 甜番薯 還有青春 這是番薯 對 這個好吃 真的好吃 其實我有聽說過 這個尋找花落時分 大家看完這個海報 都會覺得這個只是一個80年代以背景的舞台劇 其實剛才聽演員的透露 都知道其實是有 其實都關於2016年的時候 其實可不可以再透露多一點給我們聽 就是怎樣有個關聯 你其實是Pandor剛才爆炸了 對 Semi的女兒 對 你竟然是Semi Color Semi的女兒 Semi平時的格格很有氣勢 對 那你出來一定有個意思 那你是勾起了什麼回憶 有什麼是你最trigger了 其實我們在戲裡面 一開始就是我飾演的角色 Ivy飾演的角色 還有Alan Amanda的Alan 她飾演的那個角色 我們三個被周律師 通出 邀請了去酒樓裡面 見面 那其實我們三個人都不知道究竟發生什麼事 是 當我們會見到阿周律師的時候 她就跟我們說 你的丫頭有力 對 要宣導一發圍捉 我們幾個都有點招了 到什麼無端端會跟她 關你事呢 而且我的角色 我是Pam的女兒 我是有錢女兒來的 我媽死了的時候 已經留著一大筆錢給我 或者是扣了 死了Pam的 死了Pam姐 對不起 OK 不過有很多出現的 是 很靈異 鬼魂出現 不是就是 對啦 對啦 所以 根本周律師就是一個Cover 就是周道士 其實Pam姐的女兒又去了台灣回來 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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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來了之後 嘩 好像都幾 劇情都幾豐富 對啦 其實我們什麼時候想演啊 我們說回觀眾 9月23日至25日 在香港理工大學 賽馬會 還在聽 嗯 其實呢 都應該排了很久 什麼時候開始排 7月左右 對啦 7月之後 是不是每天都要到齊啊 就是 8月份開始就 每天都要排隊 有一個主題曲 那你們沒有份參與的 我們在演出會唱的 在演出會唱的 周律師會不會演唱的 其實我也很想唱的 因為發現 每一個在台的演員都在唱歌 但周律師是沒有的 我不開心 小事 最後呢 我們通常演戲 最後會有一場戲 叫FIN ALE 即是結尾 法拉莉 是要全部人一起唱的 你放心吧 OK OK 快點 我怕你啊 然後 我們會拭目以待 周律師的歌喉 以及拭目以待 我們這個尋找快樂時代 我想 看完應該會有點感動 不如你們每一位都說一下 其實你們演了 有什麼 帶給你呢 這個快樂時代 你們尋找到你們的快樂時代呢 嗯 我想 對我來說 80年代是比較陌生的 這個年份 我也是在這個演出裏面 可能接觸多一點 80年代的歌 或者真的很多好 衣著方面 我們可能 你叫做Poster 是80年代 又多了認識80年代 但對我來說 我自己的快樂時代 我覺得是 現在 即是 這個年代 現代 就是我的快樂時代 OK 那 Edmond呢 周律師呢 真是可憐 坐在這裡 我根本可以做到你老爸 但是 就是 所以想聽你說多些80年代 80年代對於我來說 當然是一個最豐盛的年代 是 因為其實全世界 80年代真的最好玩 可惜你們還沒出生 就是所謂的娛樂 所有接觸到的層面 其實80年代是最豐富的 其實都是 我聽回今次 譬如說很多 例如Color 或者Ellen Rubber Band 他們唱歌的歌 其實 全部都是回憶 手手都認識 透露了這個劇 也有很多 異屬能長的歌曲 很開心的 真的很開心 所以大家 是那個年代的人 更加要來看 酷 是那個年代的人 更加要來看 但是我都建議 90後 和0.0後 因為我們都要追回 0.0後 是0.0後 這裡是誰 0.0後 這裡沒有 我呼籲大家 我現身仔 是0.0後 都要入場去認識 80年代的東西 Ivy呢 大家要求什麼 快樂時代給你 其實對於我來說 就是尋找重要 於快樂時代 對於我們做現代人 那個尋找的過程 即是說回 80年代真的很遠 但其實我們是 追索一些東西 是一個承傳 他們說到 80年代有很多美好的東西 我們沒有見證過 但是因為這個劇 我們作為現在的人 我們可以找回 原來是有這些東西 現在我們是遺忘了一些東西 我們可以尋找快樂 即是我們想想 怎樣將 80年代的一些美好的回憶 和影響 從而進去 我們現在2016年 不是吧 好啦 那記住大家 什麼時候阿聰 9月23日至22日 會在哪裏 在哪裏 在哪裏 當然在Poly香港賽馬會中文館 當時大家一起支持 尋找快樂時代 吃東西啦